奋力拉起船帽固定在港边 再用绳索牢牢绑住 海窥台风来势汹汹 基隆八斗子渔港爆满 渔民纷纷把船停进港内 没抢到位置的气得抱怨 就怕生财工具受损 宜兰南方澳渔港也不例外 专掉小管的船上灯泡好几十颗 风一吹容易破裂 通通用灯罩进行防护 市区防台也紧锣密鼓进行 工程人员两侧水沟深度 市府也派员检查 基隆哀三路两个大型抽水站 要确保强降雨时能正常运作 也会在吊派抽水马达支援 沙包堆成小山摆放在桥下 宜兰壮围乡公所准备了三千多个 要提供民众领取 宜兰市也已经开始发放 民众一早就骑着机车来领 脚踏板上堆满满 就是希望到时候水别淹进家里 海盔台风威力不容小觑 沿海地区更要把握时间 做好防台准备